大约公元552年左右 佛教正式从中国传入日本 亲民天皇归以佛教 圣德太子大力提倡佛教 曾四次前史中国 许多僧俗随来留学 圣德太子也拜高僧学佛学儒 多次给天皇贵族百姓 讲解法华经 诸有三经一书等 604年 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 内容大部分是宣传儒学伦理和佛教内容 到645年 日本发生了大化革新 这是一场皇室联合部分贵族 模仿唐代制度 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的运动 大化元年 颁布了新隆佛法的诏书 685年 下令各户必须设置佛像 这是日本各家供奉内佛的开始 从此 佛教逐渐遍及日本各地 常有许多僧人到中国留学 神道是日本固有民族信仰 佛教传入后 神道和佛教趋于结合 认为神是菩萨化身 从此 日本的佛教一直都很兴盛 宗派伶俐 至公元七八世纪 佛教大于鼎盛时期 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 由于日本佛教戒法不全 日本佛教界高僧 向日本政府提出 需从唐土聘勤传界高僧 日僧荣睿、普照 于唐玄宗开元21年 随第九次前唐使来到中国 他们找到学识渊博 病逝无二的大德高僧建真 真诚其请建真去日弘法 有途中劝道 彼国太远 性命难存 沧海渺慢 百无一致 但55岁建真欣然道 使为法事也 不惜生命 诸人不去 我即去尔 建真不仅克服了 沧海渺慢的自然障碍 而且还克服更为复杂的社会阻力 在十一年的时间里 前后六次东渡 五次失败 唐天宝七年 建真第五次东渡时 与狂风怒涛 在大海中整整漂流了十四天 最后飘到了海南岛 然后辗转从雷州海峡 经由广西 广东 江西 安徽 返回扬州 一路上历尽艰辛 前后历史两年 日僧荣睿 在路过端州 不幸逝世 买骨异乡 跟随建真 始终如一的详言 在途经吉州时 也病死了 建真 因瘦鼠热得了眼疾 治疗无效 不幸双目失明 天宝十二年 日本第十次前唐使 藤原清河归国前 特来扬州拜访建真 建真 决议成前唐使传度日 为了避开官府 及僧人的阻拦 建真 及其弟子 于十月十七日夜 秘密乘船 离开扬州 一行二十四人 搭上了前唐使船 建真一行 又踏上了 第六次东渡的征途 四年二月 到达当时 日本的首都奈良 那时 建真 已经是六十六岁 失明的老人了 建真 抵日后 蒋律受戒 许多日本僧人 得以完成正规的 受戒仪式 从此 佛教中的佛法 在日本 才算具备了完整的传承 建真 出到日本后 便治愈了光明皇太后的疾病 随唐年间 虽中国医药知识 及医药典籍 相继传入日本 但日本人 对于鉴别药物品种的真伪 规格 好坏 尚缺乏经验 建真 抵日后 尽管双目失明 但是他利用鼻子的嗅觉 舌头的味觉 手指的触觉 将有关药物的知识 传授给日本人 矫正了过去不少错误 同时 对于药物的收藏 炮制 使用 配武等知识 也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日本人 据日本《黄国名医传》里指出 自建真东渡日本 面授医药知识 使日本人真正掌握 辨认药品之知识 从此日本医道才完备 十四世纪以前 日本医道把建真 奉为医药始祖 直到德川时代 日本药袋上 还贴着建真的图像 可见其影响之深 建真东渡日本 把圣唐文化全面地介绍给日本 对日本的佛学 医药学 工艺技术等 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日本因此称他为过海大师 建真在日本传法十年 于公元763年6月21日 源寄于奈良唐昭提寺 享年76岁 建真实事前一年 由他的弟子斯托 根据建真的形象 制成等身大小的干漆夹住坐像一尊 既是现存唐昭提寺 开山堂内的建真像 这是日本最早的以真实人物 作为对象的优秀塑像 是日本美术史上的一件重宝 值得一提的是 十七世纪兴起的黄博宗 隐元 福州福清人 1620年 在福清黄博山正式提度 从密云远武受新印 崇祯四年 任黄博山西唐首座 1634年 受传印信 1637年 继任黄博山首座 门下来学者如是 隐元禅师前后住持十七年 开唐说法 僧众于谦 殿阁红利 唐语周密 清顺至十一年 连续四次受日本佛教界劝请 63岁的隐元禅师 率僧众三十余人 从万福寺出发 经泉州 厦门 在郑成功将军的支持下 东渡日本 1654年 到达长崎 新福寺 受到天皇接见 日僧 日僧纷纷纷前来 参业受教 不到一年 隐元的道声 传遍东西 似乎有把日本禅海 翻倒过来之事 在日本皇室和佛教界的支持下 隐元法师在京都 宇治 提湖山路 按福清 万福寺规模式样 创建了黄博山 万福寺 1663年 后水为法皇 召见禅师 并问及禅法新药 身为探福 隐元随开堂 创立黄博派 与日本原有的林济宗 曹洞宗三足鼎立 成为日本佛教主流之一 隐元之后 日本黄博山 万福寺的法席 前21代 有20代 是中国去日僧人继承 隐元产师 是继唐僧建真和尚之后 又一位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 历代日本天皇 相继赤赐他 大光普照国师 佛祠广建国师 静山首出国师 决姓元明国师 真空大师等称号 在日本人民中 享有崇高的威望 隐元博学多彩 精于建筑 医药 诗文 书法 还被日本奉为 茶道的中心祖师 日本的万福寺 至今保存完好 被日本政府 列为国家重点文物 隐元东渡时 还携带了大量经典 名人书画 医药书籍和植物种子等 为促进两国文化 科学技术的交流 做出了贡献 目前 日本黄伯宗所属寺庙 达五百多座 日本佛教界 称福清室的祖庭为古黄伯 称京都的万福寺为新黄伯 从明治维新到宪法颁布 日本政府对佛教的政策 三度变化 第一阶段 明治初年 1868到1872年 颁布了神佛分离令 恢复神奇功 使由佛教管理的神社 归政府统侠 实行政教一致 神道教国教化 这是日本走上邪路的开始 各地出现 废毁佛像 经书 寺庙的运动 以及责令僧侣 还俗归农等现象 由于启蒙运动的蓬勃开展 科学技术的传播 和西方文化传入 是佛教处于被压制的境地 第二阶段 1873年到1877年 由于政府实施了立法 地租 征兵令等改革措施 国家比较混乱 排斥佛教的复古神道系的领导人 有些反对东京 有些参加西乡派的武士叛乱 政府 看佛教对下层人民 尚有充分说育的能力 于是下令停止压制佛教 佛教得到一些支持 第三阶段 1879到1890年 宪法颁布 确定信仰自由政策 压制佛教的情况 没有了 但明治维新后 神道教 国教化 日本的政权逐渐被 法西斯主义者夺得 沙文主义 军国主义 在日本领导层和武士中盛行 二战后 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 发布宗教法人令 废除了国家神道 及他对其他宗教的控制 实行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 二战后 日本领土一片废墟 由于长期征战 使日本人力缺乏 掠夺的资源几乎消耗殆尽 经济状况和其他亚洲也差不多 但是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 而比日本经济发展更快的是佛教 佛教各教派在很短的时间内 取得了爆炸性的发展 迅速形成了200多个新兴教团 最有名的是创嫁学会 现有国内会员2400多万 拥有众多的企业 商业 学校 研究所等诸多外圈团体 在政治 经济 文化 教育界 有巨大影响 现在 日本的佛教有13宗 160余派 约有信徒8700万 死员6万多所 在政府和财团的支持下 佛教的教学和研究 也有相应的发展 各宗派拥有大学20多所 学会和研究会50多个 当今在日本 戒律森严的正式僧侣是少数 比如唐昭提寺的和尚 和灵济宗住持一级的僧人 继承了建真和尚律宗的根本 和中国的传统和尚 没有什么两样 最典型的就是在日本 各地随处可见的托波僧 他们不到施主家门前去恳求布施 而是选择繁华的车站 广场等地 戴上斗笠 穿上僧袍 端然一立 便不再作声 看到这样的僧人 布施有人加以布施 而美德布施 托波僧便抱以法灵一生 这样的托波僧人 也成了日本城市的一道风景 日本还有一些所谓结婚的和尚 其实他们不是 他们是一种身份特殊的居士 他们通常会把家安在寺庙附近 这样上班就方便多了 他们大多靠地吃饭 日本的庙宇多经营墓地 他们还为死者做法事 使其获得佛教徒称号等 我们在几年来用课 请触摇取来 使用课